美国宣布发现了巨型的锂矿 能帮助战胜中国的电动车产业吗 大家好,我是施涛 美国最近宣布在内华达州和俄勒冈州交界的地方 发现了一个巨型的锂矿 这个锂矿目前估算的储量可能高达2000到4000万吨 有可能会超越玻利维亚岩滩锂矿的2300万储量 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锂矿山 这样的一个消息自然是引起了美国媒体非常高度的关注 因为这个锂正式被称为白色石油的一种战略关键矿产 大家都知道现在我们的生活小到一只手表 到我们手里的手机到我们耳朵里的耳机 大到电动汽车都离不开电池 而电池里面锂就是关键的成分 可以说现在发现锂矿就跟当年发现石油矿产一样 这是一种对能源的非常关键 非常至关重要的矿产 美国媒体也就喊出了 我们要手拿美国的锂矿要击败中国的电动车产业 当然话是这么说没有错 但这件事真的这么容易吗 那么实际上和大家所想象的不同 我们可以很快的举出一个例子来反驳美国媒体的这种过度的乐观 比如美国就有大量的稀土矿产 这与大家想象的是不同的 美国实际上它是有稀土矿山的 但是为什么美国现在在稀土产业还被中国给卡脖子呢 那这正是因为由中国建立了一个完整的稀土矿的产业集群 能够高效的低成本分离出稀土矿中的有用的这些稀土金属元素 构成了一条成熟的产业链 而这才是美国的稀土产业被中国扼住喉咙的关键原因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模式下 即便中国是只从国外进口稀土化 仍然能够凭借自己强大的稀土分离与加工制造的能力 继续占据世界稀土供应链的关键的一环 那么同样的道理 美国之前在电动车特别是在电池行业的这个发展的果族 目前实际上并不是因为自己资源禀赋的原因 我们都知道目前世界上集中的这个锂资源的开发的基地 主要是在南美地区 而南美向来就是美国的后花园 美国对南美各国施加有巨大的影响力 因此这矿产的来源一直就不是美国电动车行业的瓶颈的所在 恰恰是因为美国的逐步的去工业化 导致了美国在锂电池的生产方面 它的效率成本质量等等远远比不过大洋彼岸的中国 因此在这个经济杠杆之下锂电池的产业才会形成现在这么一种世界格局 也就是原料的开采在南美加工制造在中国成品的销售到美国这么一个产业集群的分布 那不只是这个锂电池包括各式各样的产品 实际上都有这样的一个无形的手在进行着资源的分配 因此我们说美国目前发现的锂矿 它并不能直接帮助美国的企业去降低它的电动汽车生产成本 来打击中国的电动汽车产业 反而是更有可能是由于这种大量的锂矿进入到供应 会持续的降低世界范围内这个锂电池原料供应紧张的程度 降低锂电池的成本 反而是更有利于目前中国已经逐步走向产业化成熟 走向这个产业链完整姿态的这么一个动力电池产业的继续的蓬勃发展 也就是说美国这样的一个大型锂矿搞不好 还会助攻中国的电动汽车产业 所以我们说现代工业的布局它的成因可不是简简单单的一个资源禀赋的问题 当然了我们也要注意到中国自身还是一个理资源相对匮乏的这么一个国家 那么我们除了要加大在自己国内寻找理资源的力度之外 我们同样的还是要在海外建立我们稳定的理资源的来源国 当然了在这件事情上我们还是要保持高度的警惕 毕竟目前我们的理资源的主要来源国包括南美包括澳大利亚等等地方 这些地方实际上都在美国的掌控范围之内 而这是现在中国这个电池产业所需要担心的一点 我们的资源的供应的问题 当然了通过我们的努力以及这个技术能力的提升 目前在依靠国内资源的锂电池的这个供应的保障上 我们已经走出了稳健的步伐 相信这个资源禀赋问题不会对我们的电动汽车行业 产生卡脖子的作用 大家对这些话题有什么看法 欢迎在朋友们去我交流 也感谢您的关注点赞转发支持 咱们下期再见